翻詞 Quadro 我們來講一下 這是正面見花 階360度 OOD轉 剑花的这个招式 那我们这个正面剑花的部分 在上一期有讲过 所以这一边就简单的复习一下 正面剑花首先 右手 虎口朝上 先抓着这个 你的光剑 往你的右边往下转 往下转到 虎口朝下使用的左手 虎口去接 接你的这个光剑 然后再继续转 转到你左手的虎口朝下的时候 用右手 虎口朝下去接 这样子就是一个正面剑花 好 那正面剑花接 这个360度的背转剑花 双刃的背转剑花的话 是这样子 正面剑花 一样 右手下去 左手接 左手再转一圈 虎口朝下时 右手接 右手接之后 左手放开 往你的虎口朝下 往你的身体的右边 转一圈 转到你的虎口 又再朝下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手是在你的身体的侧面 这个时候 往你的反方向 再转一圈 让你的虎口朝下 朝下这个时候 再跑到你的背后 背后这个很重要 背后去的时候 你的虎口本来是朝下的 要在你的背后朝上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朝上之后 在你用你的左手去接 然后你用你的背后 等下我会给你用看背后的这个画面 然后你用左手去接 的剑柄 然后右手放开 接完之后 是虎口朝上的 左手是虎口朝上的状况 在你的身后 在你的身后拿出来 拿出来 这个时候你看到是虎口朝下 从上变下 这个时候 在你的身体的左边 转一圈 让你的虎口又变成朝上 然后再从你的身体的左侧这样子 拳头屁股这边滑到你的身体前面 身体前面之后 再往右边转一圈 然后形成虎口朝下的状态 再用右手虎口朝下去 接 这就是一个 360度背转剑花的一个 动作分析 那我们现在从 这个后面来看一下 刚才讲正转剑花转完之后 右手去接了 接完之后 虎口朝下的 往你的身体右边 转一圈过去 这个时候到你的身体的右侧 虎口朝下 对不对 然后这时到右侧之后 再反过来 转一圈回来 这样这个时候 你变成右手虎口朝下 朝下之后再回到你的背后这边 停 看到我这边的话 是掌心朝外 虎口朝上 右手的 这个时候你的左手 一样是虎口朝上去接 它的下面 右手放开 那这时左手往你的身体左边出去 虎口朝下的方向出去 到这边停一下 然后再这样子绕 虎口 手背往前面这样子绕上去 绕上去 到你的手掌 手心朝上的时候 往前捞回来 往前捞回来 到你身体正面前方 这个时候 我们是这样子绕到这边的时候 反方向再转一圈回来 让你的左手扶口朝下 右手去接 再慢动作做一次 这边右手 这边朝下接完之后 右手往你的身体右边过去 到这边之后再绕一圈下来 接到你的背后 绕一圈下来 到你的背后 纯垂直的 左手去接 右手放开 在你的身体这边出去 这边绕一圈 这边比较重要 到你的左手掌心朝上的时候 往身体前面绕 往身体前面绕 绕到你的身体前面 再转一圈 来接 側面看一下 正面见花 好 右手朝下 左手接了 我的右手去接 接到之后 往你的身体右边 不要在前面转 前面转的时候卡住 所以一定是真的身体右边 到这边 扶口朝下 再转一圈 看这个时候 往上拉的时候 我的手已经跑到我身体后侧去了 因为我要准备把这个键放到我的背后 如果你全部还在右侧的话 你再转的时候就会打到这个角 所以这边很重要 这边到右侧 这边 扶口朝下 右侧 右侧 然后转上来的时候 到身体的斜后方 记得这个时候 这边扶口朝下之后 往你的身体后面放进去 手背 跑到背后 这边来 然后你的右手的扶口朝上 手心是朝外的 这个时候 左手去接你的剑柄的下方 右手放开 左手往你的左边绕出去 绕出去的时候是 本来扶口朝上 变成扶口朝下 然后在这边这样子转一圈 往你的拳头 手背 往你的后面这样子转一圈 到手心朝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的手在我的身体斜后方 往前捞回来到正面 正面的时候 我的手心朝上 屁股也是朝上的 这时候在我前方 转一个圈 让我的左手扶口朝下 再用右手去接 这样子去转 我们正面连续动作 来做一次 正面见花 一圈 两圈 好 左手接了 左手扶口朝下 时 右手接的时候 往你的右边转一圈 右手扶口朝下 时 手是在你的右边 这样子 咬上去 再回来 好 右手贴背 左手去接 出来 绕一圈到那前面 在这边转一个圈 右手去接 OK 这边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然后 这边比较会 动作会比较卡的地方 是有几个地方 就是我在 右手接完之后 往右边转的是这个时候 因为我本来是顺顺的这样子滑下去 但是当你到你身体的右边的时候 你要反方向再转回来 这时候有时候不太习惯 需要做一点练习 身体也可以 适度的跟手一起做摇摆 这样我在转下去的时候 我身体会有点斜下去 因为这样的话 比较顺 比较容易下去 然后他上来的时候 我也跟身体一起跟他这样上来 如果完全是直的话 直的话 身体就会很僵硬的感觉 所以身体一起这样下去 再上来 好 这边接完之后 换左手也是一样 左手本来是这样子绕上去的 绕上去之后 这一边要这样划下来 就好像上去之后 我要挖一个圈的那种感觉 上去 划一个圈到你的身体前面 这样出去的时候 也是我身体 是跟着他一起上去 我有点斜上 下的时候 我也是有点 身体是倾斜的 往后面一点倾斜的那种感觉 后面倾斜 稍微做一点这样子的缓冲 让你的整个圈在划的时候 会更稳一些 不会卡住 所以身体不是完全站直直的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在站直直的情况下面 我在手上滑过来的时候 这边就是会有一种卡的感觉 而且很僵硬不好看 所以身体一起做一点缓冲的倾斜 有助于整个动作的流畅度 OK 那等动作熟悉之后 再慢慢加快速度 这样子的话 就会很好看 就好像棍子一直绕着你的身体在转 好 那结尾的时候也是 结尾的时候 接到这边正面之后 接到正面之后 转一圈 右手接 接完 你可以继续正面见滑也没关系 或者是 这样子 这样子 右手接完 我就往我的 右边这样子转 就跟第一期讲的正面见滑的ending是一样的 变成单手的一个见滑 然后 结尾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好 那 这个360度的背转电话呢 今天就到这里 下一期的话 我们会教背转上绕的电话 按绕 所以背转的360度电话 加上上绕的话 再绕回来 这样就会很好看 一招一招学 OK 今天教学到这边 谢谢 拜拜